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今天在主持例行記者會時 正式宣布要制裁11名美方人員 趙立堅就看到 針對美方的錯誤行徑 中方決定從即日起 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 11名美國政客實施制裁 在這11人當中有5人是參議員 分別是盧比奧Marco Rubio 克魯茲Ted Cruz 霍利George Hawley 科頓Tom Cotton 和圖米Pat Toomey 另外還有一名眾議員史密夫Chris Smith 實際這6人全部都是共和黨員 還有5名是非政府組織的頭目 分別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總裁格十萬 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總裁米德偉 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總裁特溫寧 人權觀察執行主席羅斯 和自由資家總裁阿布拉莫維茲 這11人其實有3人在較早前已經上了制裁榜 這3人就是克魯茲、盧比奧和史密夫 在上個月初的時候 美國曾經制裁了包括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在內的4名新疆官員 後來中國外交部就很快作出回應 反制裁4名美國官員和議員 剛才我所說的3人已經上了榜 這次又再上榜 到底有什麼寓意呢? 是否代表這3個人的表現特別惡劣 所以制裁完之後又再制裁又要再翻艷 定義說要找11人出來實在相當困難 所以上次制裁過的 今次都拉上榜名字上榜 濫於充數算數 實在令人廢解 此外趙立堅在公佈制裁名單時 他又沒有提及具體制裁措施內容 究竟是怎樣制裁這首一個人? 到底是不讓他入境? 是凍結他們在中國的資產? 還是怎樣? 那就真的要等待進一步的公佈才知道 反正現在趙立堅所說的制裁措施 就學到那些國話大師十足 運用了劉伯的技巧 使得那些被制裁人士有很大的聯想空間 一定會對他們構成嚴重的大損失 告訴你要制裁你 但又不告訴你怎樣制裁你 肯定會構成一個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嚇到他們心驚膽戰 好了 我們又觀察一下這11個人的制裁名單 裡面沒有一個現任官員 或者是白宮內閣成員 或者是幕僚 沒有的 純粹是國會議員 和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 似乎在身份上不對等 因為美國公佈的11人制裁名單 其實全部都是港澳辦 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不是行政會議成員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所以兩張制裁名單之間 那些被制裁人士的身份 是有多少的區別的 好了 我們又看看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在微博上 很多貼文 今天他相當活躍 他在5點半的貼文當中提到 說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今天下午宣布制裁美方11人 這個顯然就是對於美方上個禮拜 宣布制裁林鄭共11人的對等報復 實際他說報復 絕對是一個客觀的描述 事實上是報復 但是是否對等 你就值得相確 首先 你說11人對11人 人數上面是否對等 是 真是對等 但是至少我們剛才提及到 被制裁對象的身份上已經是不對等 還有 那個制裁措施是否對等呢 外面的市民只是一頭霧水 因為外交部根本沒有公佈過 要如何制裁這11人 可能老虎自己收到封 他知道 他不跟我們說 但是你說對等 怎麼對等呢 如果你說禁止入境 或者是凍結資產 這個可能也是對等的 我們也有分析過 但是美國財政部有一張名單 就叫做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特別指定國民的名單 凡親上榜的人 美國的企業就不能夠 向他提供任何的商品或者服務 喂 那中國財政部有沒有這些 這樣的名單 至少這件事已經是不對等 除非你說有 可能剛剛弄了我們外面的人 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就是金融的選項 喂 美國根本上 到最後都不是劍指這11人 而是金融機構那裡才重要 以老虎的聰明才智 他絕對不會不知道這件事 只不過 他就故意不去提及 專門就是迴避了這個議題 喂 那中國如何在金融選項做出對等的制裁呢 是不是禁止這些 那些什麼Patt Toomey Tag Cruise 這些人 不讓他用人民幣 或者是怎樣呢 你怎樣可以反制裁他在金融選項 是不是呢 你自己知道不行 你上個禮拜 你上個禮拜自己才說完 他們又說 不是每一次都要跟美國瘋 現在外交部說制裁的時候 你又跑去拆了鞋 你最後那句說 不能不說 外交部選得是確實好 即是說那11個制裁名單的人選 嘩 你現在又說選得好 又說沒問題 上個禮拜 你又說不要陪美國瘋 你哪飯才是真的 大佬 說完這些都沒有來搭拆的 他今早又有另一條貼文 就說 香港警方今天上午逮捕了黎智英等7人 這件事相當轟動 在老虎看來 他首先就是傳遞出一個強烈信號 香港特區政府 沒有被美國對林鄭月娥等港府高官的制裁 和一系列的其他制裁嚇到 香港特區政府展現出硬骨頭 那特區政府展現出的是硬骨頭也好 賤骨頭也好 什麼骨頭也好 這個沒有所謂的 你老虎要讚他 沒有問題的 但是 你說到說 警方逮捕黎智英等7人 傳遞出的強烈信號就是 特區政府沒有被美國的制裁嚇到 這個就搞事了 你將兩件事好像並列起來 而且還搞到好像有因果關係 難道你老虎想表達一個意思 就是說 今天香港警察走去抓人封艇 其實就是對於美國政府上個禮拜制裁的一個反制措施 還是想怎樣 你想表達些什麼呢 說完這些都無厘頭的 最後就想說一下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 他今天在接受港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 所說的東西都是比較務實一點的 相對其他建制派的議員來說 他就是比較理性和坦白一點的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美國的制裁 其實香港從來都沒有面對過這些情況 至於實際來說有多嚴重呢 就要視乎美國的做法 例如說 會不會向金融或者註冊機構施壓 最終會導致官員可能要取消銀行戶口 信用卡或者保單 這些就是實際的影響 對不對 林鄭只懂得重複兩個觀點 第一 就是她不向往美國的生活 第二 就是在美國沒有任何的資產 所以對她沒有影響 她身為行政長官 她說這番說話可能是對的 因為她住的是禮賓府 就算之前也是住政務司官底 她已經很久不吃人間煙火了 她有很多下人給她去點 甚至乎現在她住禮賓府 還有一個廚師 都不用自己落手略腳做的 很多事都 所以 你說對她是不是沒有影響呢 就算她沒有了銀行戶口 就用那些人去直接拿些現金給她洗 甚至乎現在她很多東西都可以claim回錢 根本上是不用她自己出的 有下人去幫她買的 所以她不適用八達通是正常的 喂 有人幫她買廁紙 有人幫她買那些日常用品 消耗品 她需要自己出手 堂堂行政長官 所以對她分分鐘真的沒有影響 她沒有信用卡有什麼所謂 就算她去外訪 都不用她出錢 有特區政府公帑埋單 對她真的沒有什麼影響 問題就是對其他人會有影響 但是其他人偏偏跟她說這兩個論點才奇怪 喂 那些人自己在家請廚師的 那當你說買菜 煮菜都是由菲傭去做 喂 那你買機票買其他東西 不會用菲傭張信用卡 是不是 所以鍾國斌 喂 她在節目當中所說的話 你說是不是沒有實一點 是不是對提一點 我們經常在說不向往美國的生活 在美國沒有擁有資產 鬼不知道嗎 是不是 大部分的高官都沒有 是不是已經被人登了出來 但是不代表是沒有影響 你鍾國斌說這些就是理性一點 另外她還提到 說美國咄咄逼人 香港夾在中間會面對很大困難 毫無還擊之力 只能夠靠中央保護和支援香港度過 那要怎樣度過呢 這個就是她的說法 但是她前面那句 她就說 香港夾在中間會毫無還擊之力 這個雖然是有多少政治不正確 但是就是反映到的實情 你香港怎樣反制 是不是 那時候 中央政府說要對於那十一個人 採取制裁措施 你特區政府之前不是說要全力支持中央反制 現在反制了 是不是 那你特區政府究竟如何來積極配合中央呢 如何來全面支持她呢 還是用口說 說完當做了還是怎樣呢 這些是九不答八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